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非常高興可以來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就從美國 然後到矽古 這樣一路創業 最後再決定搬回台灣 這個新路歷程 那就是因緣際會就是我跟胡執行長的兒子 我們是差一屆的學長學弟 那我們是去年認識 因為我們就覺得相見恨晚 就聊得太來了 所以今天就是有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很多人說過台灣做不出Facebook 做不出Google這種平台 那我今天就是想要現身跟大家說 其實我們是可以做得到的 那我今天就開始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關於我自己就是做到今天 是怎麼樣累積起來的這個過程 然後希望可以給這些理工學院 或者是不是理工學院的同學 就是一個就是參考 好 開始 那今天那個題目就是 世界有多大 夢想就有多大 從台灣也可以 那這是我們現在就是大家比較知道的事情 過去六個月我們賣出了六萬罐的鮮奶 透過手機 對 所以就是全台灣有就是超過上萬人次透過手機購買鮮奶 那現在這個模式是全世界最新的 就是直接選擇牧場 然後你喜歡你可以長期訂購 或者是單次購買 或者是我們有很多客人 他是就是好多個牧場一起買 然後最後選擇一個他最喜歡的牧場 那下一個就是我們有什麼不同 第一個就是我們是透過網路的 所以我們把所有的實體店面的這些開銷全部都剝除了 然後第二個是大家透過我們的平台直接購買 那我們因為覺得農民他們特別辛苦 所以我們就是跟他們抽成是差不多是10%而已 所以直接透過我們的平台去跟農民還有牧場他們購買鮮奶 他們可以得到就是市售價接近9成的利潤 所以我覺得這是我們在這個售價還有供應鏈上做的一個創新的改變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現在就是年底即將推出一個全球的服務 我們叫做奧丁丁社群 奧丁丁市集還有奧丁丁旅遊 那社群我們可以分享照片 就是可以把你的照片就是留在地圖上 那市集就是我們過去一年在台灣已經做的算還不錯 就是我們有鮮奶地圖有水果地圖 現在還有一個花冬地圖 所以我們會把同樣的模式複製到全世界各地 來做一個就是local market的這個概念 那最後一個就是奧丁丁旅遊 現在年底以後我們可以在全球超過180個國家 然後那個訂購就是超過75萬家的旅館 那除了旅館以外我們還會做一些在地的這些行程 所以我們就是 之後就是年底我們就可以跟歐北來他的這個 教育的這個行程 就是配合在一起 所以這個是我們就是在台灣一直在嘗試一些 就是手機上行動商務的一些創新 那今天不是要來分享說我們做得有多好 或是多成功 是要跟大家說一下說 就是如果你就是有這個創業的這個想法的話 那應該要怎麼做 那就是開始 這個第一個工作就是碩士畢業之後 因為我是就是我們系上就是功課算蠻好的 然後就直接就是有點像是保送進google的感覺 然後第一個工作就是google覺得 喔超棒 你知道夢想成真 我就進到網路業了 然後接下來怎麼辦呢 就是每個下午都有barbecue 但是其實我我從國中很小的時候 就開始想要就是創業這個事情 那那個時候 因為就是生活很安逸 就是我們每天早上去google 都有早餐午餐晚餐 早餐午餐晚餐 然後包含洗衣服 都可以在google裡完成 我想說 啊這樣子好像沒有辦法創業怎麼辦 然後 這是我們的就是team member 你看就是我是比較少數的亞洲人 我說欸 我從google這樣子坐上去 可不可以坐到CEO呢 然後我就去就是看了一下大家的學歷 我說哇 每個都就比我好很多 想說哇這個 不可能 對 所以我就決定就是離開google 然後去就是去美東就是開車 然後旅行一下 那想說 該怎麼辦呢 我想說啊 既然創業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 那我們就賭一把吧 對 然後就是 這就是我加入的第一個新創公司 南韓電信 然後 要說一個小故事 就在 就是旅行的時候 然後 我再選擇最後兩家公司 那 有一個公司 就是南韓電信 然後他們就是資金非常充裕 一億美金 然後另外一個公司 他的創辦人那時候大概20出頭嘛 然後我們去後來就覺得 誒 好像不應該給一個就是 年紀比我還小6、7歲的年輕人管 然後後來那間公司 就是現在的Facebook 這是我人生就是做過第一個這個重大的錯誤的決定 所以我就是希望就是大家年輕人就是 就是在看事情的時候就是 你不要從表面去判斷一個就是產業或者公司的未來 就是即便你的資金再多 人只要就是 不對 那就是你就沒有辦法做到你想要的那個就是位置 對 然後 這個就是 我到南韓電信之後 我們做了很多不只是新創的事情 我們 因為南韓電信在矽谷 還有電信業 然後還有做創投 所以我從那個時候才開始知道一個公司是怎麼運作的 那因為他在美國的人比較少一點 但是他卻是有一個全球的這個辦公室 所以我想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就是花了很多時間學習 新創是怎麼運作的 那你遇到新創公司 就是你要怎麼決定去投資他們或不投資他們 或者是你在就是電信業的時候 他們背後的那些商業的模式 這個都是我那時候學到的一些工 就是比較好的工夫 然後 這是我們那時候就是 那時候是全世界第一大的社群網路 有2200萬用戶 那 但那個時候Facebook就剛好在同時急速成長 所以我們那時候在美國賣的就是虛擬商店 一個虛擬的家庭裡面的就是家具啊 然後一些卡通的人物 那這個商業模式在美國是完全行不通的 因為美國人他們不喜歡可愛的東西 所以真的要試試看之後才知道 那那時候我們有跟就是南韓總部的就是回報說 美國人他們好像不喜歡這些虛擬產品 然後韓國人他們很堅持 他說這是我們的culture 你一定要想辦法賣 對 然後最後 因為那個 然後我們還有做了一個這個 一個行銷活動一百萬美金 就很拉風 就是啊我們就花一百萬 然後就坐這個Bus 然後在舊金山這樣開來開去送T恤 我覺得喔那時候覺得喔太爽了 一百萬美金可以這樣用 然後後來就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花錢花太快了 總部的錢就是下不來 然後那個時候開始 我記得我有四個月沒有領過薪水 然後怎麼辦 我也就愛面子嘛 因為那時候離開Google 然後不好意思跟我爸媽說 所以那時候我就開始學煮衛生湯 還有每天就是走路去買一個Cheeseburger吃 所以那時候真的是蠻辛苦 大家都說 欸你最近怎麼變那麼瘦 沒有要work out一下 其實就是很辛苦 就是每天就是有時候一天是一個漢堡 有時候是一天一個衛生湯 然後買漢堡還不是開車去 因為那時候油價很貴 也不好意思就是也不想開車浪費油 就是走過去 所以這就是做新創會遇到的風險 對啊然後那時候 就Facebook剛好越來越好嘛 我就說天啊我到底在幹嘛 後來就是遇到2008經濟危機嘛 那南韓電信就決定把他們這個 就是投資終止了 那總共是花了接近一億美元的這個預算 所以非常驚人 所以大家知道說即便你有再多的資金 如果你沒有把事情做對及時的調整 還是會失敗 對 然後那時候就想說 反正後來薪水那個他們都有還我們嘛 然後我想說沒關係那我再出去玩吧 就跑去英國旅行 就看看這是巨石鎮 然後最後就是橫跨美國 想說來個厲害一點的 就自己這樣開車橫跨美國 然後就想說接下來要做什麼呢 然後想說那時候剛好Kindle第一代出來 Amazon他們做電子書 然後我想說啊太棒了 我要做台灣的這個 第一個做電子書的人出來 好吧就這麼做 決定下定決心就創立Obook 對 然後 然後 Obook打看我還花了就是 一萬美金去把它買下來 想說 啊 要做就做一個最棒的 繼續嘗試 然後我們在App Store 就是才連排行榜第一名 一年多 然後 然後我們意外發現就是當消費者在就是買書的時候 他們很喜歡用我們做的這種就是超商結帳地圖去結帳 比如說那個藍色點就是你現在的位置 你可以選擇你最近的超商去這樣子付款取貨 所以非常方便 那我們在那個時候就是也發現說其實台灣看書的人就是越來越少了 如果你要以它作為一個創業的Business的話 是沒有辦法成功的 所以我們一覽決然開始轉型 對 那剛好那時候在想說 既然發現地圖很好用 那我們就是我在就是看國外的這些評論網站發現 哇 雖然評論數非常的多 但是就是 這是他這可能就有二十幾個評論嘛 那但是你不可能就是看完評論 所有的評論然後再決定就是要不要訂房 因為這實在這過程實在太累了 然後我們想說 啊 就是用朋友的推薦來訂房應該是個不錯的idea 那我們就做一個地圖 把你的就是讓你可以把照片傳到你的地圖上 然後定下你的location的地標 然後永遠都可以留在地圖上 然後那時候覺得欸不錯好像蠻實用的 那我們就 這是我們現在的地圖的樣子 那是就可以 你可以看一下你朋友的推薦過的地點 或者是世界上其他陌生人推薦過的地點 去年然後我們決定 開始嘗試地圖的商業 因為我們一直覺得你朋友推薦過一個地點 然後譬如說他推薦一個在地的醬油 但是一推薦完之後就沒了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把這個購買的動作延續下去 所以我們就 就是開車就是從南到北這樣開了幾十趟 就是到處尋找好的這些廠商 然後剛好去年10月的時候遇到食安風暴嘛 那我們其實在6月的時候就已經準備好 說 因為我們就是在開車這個探訪這個台灣廠商的這個過程當中發現想說 這個鮮奶可能會有問題 那所以我們6月的時候就有一個高大鮮乳 那遇到食安風暴的時候我們業績就快速的成長 一個月就1萬罐這樣子賣出去 覺得太棒了 好像找到方向了 那我們想說 可不可以做得更好 我們稍微Google一下發現台灣其實有很多好的牧場 那我們就決定開車一家一家拜訪 所以我們現在 我們就有一個澳丁丁台灣鮮奶地圖 就是你可以從你自己喜歡的牧場 然後直接這樣子去選擇你要訂購哪一個牧場 所以這就是我們做的嘗試 那接下來我們就想說 既然鮮奶地圖可以了 那小農好像也有這種問題 所以我們6月的時候推出一個台灣水果地圖 那這也是我們很正確的一個假設 就是我們發現說 其實大家都有買水果吃水果的習慣 但是大家不知道去哪邊買好的水果 所以我們就幫大家篩選 所以這東西 尤其是這個紅棗 我們最近賣的就是蠻好的 一個月就可以賣100多斤的紅棗出去 所以覺得蠻驚人的 對 然後後來暑假的時候我去台東玩 然後我看到這些紅葉棒球館 他們在募款 但是一隻棒球棒還有棒球賣1200嘛 我想說這樣子他們要出去打一個比賽 要賣幾隻球棒才夠啊 所以後來我們決定我們做一個花東特產剔圖 因為我們就是在那一趟玩的過程中我發現 花東其實是台灣一個就是很棒的這個農業的就是淨土 所以你從這邊的 你只要把這邊好的牧場那些好的米 你可以直接從那邊購買 那我們決定就是把這個花東特產地圖的部分收入 都捐給原住民這些小朋友 讓他們去打棒球去讀書 所以這就是我們做一些比較在地相關的事情 那這個就是我們年底要做的事情 全球訂房超過75萬家旅館還有租車 都可以透過奧丁丁這個手機來完成 對啊 然後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現在是全台灣唯一一個可以用比特幣結帳的電子商平台 那我們在推這個服務的時候發現就是比特幣其實是一個 它是一個很好科技 它是根據一個區塊鏈的技術 然後來做這個電子交易的事情 那希臘危機的時候我們就想說 哇就是他們那時候就在封比特幣 所以比特幣那時候價格漲得非常快 我就去找到希臘就是做比特幣的那個就是CEO 所以我們就跟他談 我們是不是之後可以來合作 我們幫你就是做一個電子商務的這個 就是奧丁丁的平台讓你開放到希臘去 讓所有的希臘人可以就是在國內買東西 或是賣東西到國外 那這就是我自己做的一個嘗試 對啊 所以我們就是現在已經慢慢證明了 我們在台灣其實可以做很多事情 像我們下個禮拜會推出開放市集 讓所有的人都可以用手機在三分鐘之內 就是把你要賣的東西傳到手機上 明年會做一些就是旅遊然後還有房地產地圖 所以我們已經就是在慢慢國際化 然後每一個就是做得成功的case 或是失敗的case 我們都有把這個教訓學習起來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 從我一開始做社群到就是學習這個網路創業的過程中 沒有一段經驗是白費的 所有的經驗它到最後都會在某個時機點 然後帶領你到未來一個更好的方向 所以大家就是我這過去11年來 我真的是每天都非常努力的工作 雖然就是有時候就沒薪水 有時候就是公司倒閉了 或是怎麼樣 但是就是從來沒有放棄過自己對這個產業的熱情 所以只要你好好的就是過每一天 那把你生命中每個點都連起來 那未來真的是在台灣其實真的可以做一個 蠻不錯的國際級的網路公司 雖然我今天就認識這個歐輝來 然後還有這個顧瑋 然後我就覺得這就是我們又連成一個新的點 就是我們你現在過去做的事情 未來都會就是幫助你就是達到更好的地方 謝謝大家 好 謝謝俊凱 他最後講到連點了 顧瑋剛才不是也講嗎 他給林生講說你現在學的東西 也許跟你將來研究自閉症患者的膚質飲食沒有關係 但是你還是要好好的學 因為這就是剛才我們俊凱講的連成點了 好 我來讓俊凱跟大家互動一下好不好 大家聽完俊凱的故事 有沒有立刻有什麼問題的 這是一個關於錯過跟過錯的故事 他錯過了Facebook 然後他在自己創業的時候 他做Old Book的時候也曾經犯過一些過錯 但如今他找到新的方向好棒 來 我們把麥克風交給這位同學 您是哪一個科系的 大家好 我是來自大陸的交換生 太好了 我來自廣東東廣 我叫林志勇 目前在氣管系 真的來自廣東嗎 繞一句廣東話來聽聽看 我是廣東人 他剛才講的是說大家不要吸煙 謝謝你 不是 我說 我確認你真的是廣東人 你在哪一個系交換 氣管系 氣管系幾年級了 三年級 好 氣管系三年級的名字是 林志勇 志勇 來 我們現在俊凱學長在前面 他比你坐走幾年 然後有了一些經驗 有了一些錯誤認過錯 跟俊凱學長交流一下 學長你好 其實我也是一個很年輕的創業者 因為我在廣東東 也有一個文創工作室 也是今年三月才起步的 我也是知道創業者的辛苦 從無到有 原來兩個人 到五個人 到十五個人 原來只有 文創工作室 我們做的是校園文化產品 原來只跟兩間學校合作 到九間 到全市 再到跨越市 所以說我知道 創業的辛苦 其實 我讀氣管 讀在大陸讀人資 但我做的是Marketing的事情 很多人都說 那你讀人資有什麼用 那我想說 我是用讀人資的方法 來管理我的工作室 再去做我喜歡的事 是是 人資是人力資源 這也是企業裡面 很重要的一個功能 然後我知道學長的公司 奧丁丁公司 你創業不是生產資源 去創業 而是整合資源去創新 來創業 所以說我的工作室也一樣 來整合校園文化資源 來創新新的商品 我想問學長 其實在你創業的過程中 遇到迷茫的方向 找不到方向的時候 那你具體怎麼去做 來尋找新的靈感 好棒 好好的問題 遇到迷茫找不到方向的時候 具體怎麼做 其實這不只適用於創業對不對 我們其他不創業的同學 也會有這樣的經驗 甚至不是創業 只是學業 你在學業上遇到迷茫的時候 你怎麼去找方向 好 我非常好奇 你怎麼回答 你好 你好 就是 其實啊 我 這十年走過來 從來沒有迷惘過 對 就是 真的還假的 真的真的 就是 我有時候會 覺得我到底在幹嘛 但是我想說 那就換一個事情 就是做吧 換一個方向來做吧 不是說我很聰明 但是就是 我覺得迷惘的時候 也許就是你的方向不對 那 所以 就是你必須勇於去 承認 我沒有我想的那麼棒 就像我 我當初想做電子書嘛 那 我實際在 就是跟這些台灣的出版社 他們都有談過 然後 比如說有的出版社他就說 那 好太棒了我跟你合作 但是你先買150本書的這個版權吧 我說好啊 沒問題 多少錢 怎麼辦 我想說 這樣子就是 我們所有的資金 就是 都會因為 就是我們書一本都還沒賣出去 就要去付這個版權稅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就是 不太對 那你就是 這也許就是 你說迷惘的時候吧 那就是 所以你就想說 那就 所以我們最後就 放棄這個business 所以就是 每天都要去 就是動腦筋 去思考一下 自己在做事情 是不是 正確的 那 正確的事情 他會有一個數字去 提供你的判斷 是 所以 每天都動腦筋 那你就 可能就比較不會迷惘 所以 最新鎊有回答兩個 第一個就是 你要用數據來判斷了 如果 資金都還沒有用 就要花150萬 這聽起來 數據上就不合常理嘛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做的決定 可能 就會是否定的 那另外當然 當然就是長筆 是不是應該把150萬花在這件事情上 這樣有回答你的問題嗎 好 來 我們掌聲給同學鼓勵一下 不過講到迷惘 你說你從來都沒有迷惘 我好奇我們在座的同學有沒有迷惘 有沒有人願意跟我分享一下你的迷惘 我要請你吃這個 春藝漬的餡渣糖好不好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沒有辦法治迷惘 不過至少可以把苦澀的迷惘增加一些甜味 有沒有哪個同學願意 像我們翁副市長剛才講的 迎接挑戰 在這麼多人面前 跟我分享你的迷惘 這個男同學還有這個女同學 我先請這位女同學發言 你現在這個人生現在對什麼迷惘 因為我現在是大事生 自知系 馬上就失業了 恭喜你 你迷惘什麼 應該說是環境學院自知系大事 好 因為我本身是因為興趣後來來到東華 可是我後來發現 因為我們幾乎都在讀書 如果要有什麼事情的話 就是實際什麼都要自己去外面找 可是我太專注於課業 結果後來我發現我時間不夠 我是後來大事才盡力 在找一些事情在做 可是我怕會來不及 而且我迷惘的是 我到底要繼續生碩士 還是直接去外面找工作 非常好的迷惘 現在四分之三的同學都有這樣的迷惘 你叫什麼名字 姓郭 米小君 小君 你說你在東華 好像都專注於課業 然後外面的機會都要自己找 學校都沒幫你安排 你知道校長還坐在這裡嗎 你知道校長還坐在這裡嗎 是沒錯 後來就是我 前面還有很多老師這樣 所以我告訴 所以我就是 現在想提醒你 就是接下來就是 真的課業不是很重要 那你拿那個數據獎五千塊而已 最後還是要交給爸媽而已 你好沒聽清楚我剛剛的話 你知道校長還坐在這裡嗎 知道啊 因為我覺得我太專注於課業 後來我找到 校長你來回答一下 欸這可是同學拿真心換真心欸 在你面前 你可以吃糖啊 你可以吃糖 他說他很迷惘 他說花很多時間在課業 外面的資源都得自立自強 那怎麼辦啊 沒有啊 其實你剛剛講的說 沒錯啦 課業不是那麼重要啊 你有問題就會去找問題 把問題解決掉啊 那老師總是可以幫你忙 有 老師有給我一些建議 所以我暑假的時候 我跑去當志工了 好棒啊 當你跑去當志工 那一刹那 你已經開始解除你的迷惘 我們掌聲給這個迷惘的同學鼓勵一下 謝謝你 代表我們其他同學說出心裡的話 好 這邊還有一個紅衣服的男同學 來 來你代表男性發言 我是社工學成 二年級的 二年級 對 好棒 叫什麼名字 我就叫思成志 思成 成志 成志 成志歡迎你 我要說的 其實剛剛學姐說的是大四的迷惘 我想說的是大二大三的迷惘 就是 中華每個年級都在迷惘 沒有就是其實 因為大師要畢業了嘛 所以就是可能為了未來會有迷惘 可是我覺得大家 到了大二大三 一定是為了客業跟一些外物的事情 會迷惘 就是比如說像我的話 我自己有在外面接一些 什麼 一些方案 一些義工團隊什麼的 然後自己的客業又很重 所以其實我覺得 大家都一定都會為了這種事迷惘 對 目前有為這種事情迷惘的舉手 接了很多事情 客業又很重 兩者有時候 忙不過來 有沒有 好 對啊就是 我重問一遍 客業很重 外面接了很多事情 忙不過來 有這種困擾的不要舉手 你看大家都迷惘 所以這是很正常的迷惘 然後 就是 所以就是有時候會在深夜的時候 就會覺得說 自己到底在幹嘛 夜來人靜的時候 蛤 夜來人靜的時候 你突然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對啊就是 有時候會在電腦桌前 會在 比如說打一些報告啊 或是 打一些 一些方案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我到底在忙什麼 我在忙 忙什麼東西 為什麼要這麼忙 可是覺得說 你會覺得說 你要放掉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會覺得 你會覺得 不要 我還是想要做 就是還蠻賤的 我要請俊凱來回答一下 不過作為一個男生來講 你蠻感性的 你夜來人靜都會思考這些事情 通常我們大部分男生 這時候有虎大睡這樣 好 俊凱有沒有這種經驗 在大學有這麼多機會 這麼多好玩的事情 不管是課業 課外活動 哇 心心向榮 有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大學的時候是 交響樂團的團長 那 就是 我拉小提琴 但我拉得很爛 大家不要有什麼 幻想 對 那就是 然後那時候也是 我們功課也是 蠻重的 我覺得大學的時候 比較會容易有一些 這種想法 那 那時候就蠟燭兩頭燒 然後 就是 辦活動 然後 還 就是 跟媽媽借了八萬塊 去support教響樂團 就說 我拉拉贊助 呵呵呵呵 所以就是 大學的時候就是 我覺得大家就是 大學是一個在 嘗試 就一方面 你可能快入 就 踏入社會了嘛 所以你就想 就是 比如說我讀這個系以後 可以幹嘛嘛 那 那 以前我念碩士的時候 我是跟俄羅斯教授 就學習 數學 那我每天 就是 就是 其實跟俄羅斯教授 念 就是念書壓力蠻大的 我有時候會夢到 零跟一這樣子 咚咚咚咚 掉下來打到我的頭 呵呵 所以就是 但後來就是因為我發現說 啊 我是真的很喜歡網路業 就是不管怎麼樣 就是我一定要去 這個Google 那 就從 就是 等於是你可能要 就是問自己說 你真的喜歡的東西是什麼東西 然後 會慢慢的找到你的方向 大學的時候就是 什麼都不知道是很正常的 對啊 就是 應該還有這個煩惱 就是要跟哪個女生交往的這個 迷惘吧 呵呵 特別在夜藍人靜的時候 呵呵 好 我們掌聲給俊凱學長解釋一下 謝謝大家 shirts 沙遠 沙遠 chez